人氣話題來關心 喝酒千萬不能開車 但其實吃某些的藥物 也可能會影響到駕駛安全 藥價的風險甚至堪比酒駕 像是許多民眾天天使用的安眠藥 部分特定抗焦慮藥等 甚至近是一族常常要點的散銅劑 還有肌肉發炎使用的部分特定凶持劑 可能會導致視力模糊 還有嗜睡等狀況 被專家歸類在三級危險藥品 如果使用這些藥物之後 最好不要開車 喝酒不開車這觀念升值人心 但多數車主不熟悉 其實吃了某些藥物 也會影響行車安全 藥價的危險程度 可能堪比酒駕 台灣民眾最常使用高血壓的藥 會造成耳鳴 使用慢性病藥物的人口有600萬 然後還在開車的比例相當高 一般服用部分降血壓藥 感冒藥或是止痛藥 可能會嗜睡精神不濟 大眾較為熟知 但這些藥品在專家分類的影響交通藥物中 還只是第一級 其實還有許多藥品一樣常見 但危險程度卻更高 像是抗憂鬱藥 麻醉劑 解禁劑 還有部分降血糖藥物 被歸類為第二級 如果有使用這些藥 開車上路前 務必經過專業醫療評估 而在用藥駕駛分級中 最危險的第三級藥品裡 有不少種類 是許多民眾天天使用的 像是部分特定抗精神病藥 安眠藥 抗焦慮藥 甚至近視一族常常要點的三銅劑 還有肌肉發炎使用的部分特定鬆弛劑 如果使用這些藥 就盡量別駕駛車輛 但其實目前法規並未對藥價 有明確界定 要檢測這個血中的藥物濃度 要用到止補儀 而且要需要時間 不像酒色那麼的容易上路 而如果車主不知道自己服用的藥品 是否適合駕駛 可就進到附近藥局 詢問在地藥師 多一步保障行車安全 這成一甘二弟 台北報導